信用评级展望降致负面 香港将被上海取代 呼吁杯葛驱选 海外评论员租通緝 全汇控区内裁员 至少4名香港银行家离职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香港简讯 今天是香港时间12月7日 礼拜四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继日前降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之后 国际评级机构目的5号有分别 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展望下调至负面 评级维持在AA3 目的指调低香港评级展望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香港和大陆政治制度 经济以及金融等层面 紧密联系 特别是随着大陆潜在增长放缓 和金融风险扩大 都可能影响香港的信用状况 目的也关注到 香港政治和司法自治削弱 特别是实施国安法和改变选举制度后 预计政治制度和经济决策自主权 将进一步被侵蚀 这个评级机构 确认了香港的AA3级评级 反映了香港的信用优势 例如经济竞争力 财政和外部缓冲 以及有效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记录 港府同日回应称 和大陆不断深化 经济和金融联系 是香港长远发展的优势 不应该成为调低评级的因素 因此不认同目的以此为由 将香港信用评级 展望调低至负面的决定 基于类似理由 目的也在单独的评估中 将澳门的前景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这个机构指出 澳门庞大的旅游和博彩业 严重依赖中国 而其银行体系同样面临 向大陆跨境索偿的风险 另外目的4号也宣布 将中国信用评级展望 从稳定降至负面 目的在声明中指 越来越多证据显示 中共势必要支援免债的地方政府 和国企对中央政府财政 经济构成广泛风险 香港近期不利消息颇多 不但港股表现强差人意 策置严重 转口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 亦被普遍认为正逐渐消失 社交媒体上香港已成为 国际金融中心为止的讲法 讲为流传 而中共党魁 习近平近期对上海进行考察时 要求将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等 5个中心 这番言论被外界解读为 上海将全面取代香港的地位 不过前大陆资产管理公司首席 合规主管梁少华 近日对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分析说 现在的上海除了经济体量大 政策和国内其他城市没有区别 都是中共主导的司法体系 只是经商环境 会比东北那些城市的好一点 梁少华指上海要取代香港的说法 说了好几年 但经济这件事 它不是主观愿望能够改变的 有历史的原因 有体制的基础 有人民的环境 上海要变成香港 除非有充分的自由 就是要共产党离开上海 然后建立一个民主社会 第二 香港区议会选举即将到来之際 廉政公署落案起诉一名38岁男子 指他涉嫌在Facebook转载内容 涉及煽惑他人杯葛拒选的帖文 同时亦通缉帖文原作者 现身在海外的时事评论员王世宅 香港廉政公署5号宣布通缉 45岁时事评论员王世宅 称他在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期间 在三个网上社交媒体平台 展示煽惑他人在这个选举中 不投票的一段影片及两则帖文 涉嫌违反选举条例第27A 1A条 廉署在新闻稿还说 选举条例具域外管核权 适用于一切与选举有关的行为 不论是在香港境内或在其他地方 并表示已经获裁判官 签法首领通缉王世宅 现今身在德国的王世宅 随即在Facebook专页公开回应被通缉一事 这是我的光荣 其后他在直播节目中概叹 我王世宅不是新闻主角 无端端今天是主角 这件事真是荒天下之大谋 在接受自由亚洲访问时 王世宅表示 完全不担心港府发出的通缉令 认为对他没有任何作用 他说自己不过是YouTube平台上的一个 Nobody 港府的行为 刚刚证明了这场选举 无功顺利和不受欢迎 行为很愚蠢 被廉处起诉的文荣峰38岁 报清任职电脑程式员 被控一项在选举期间内 借公开活动作出 煽惑另一人不投票的非法行为罪 指控他在区议会一般选举期间 在Sandman名下的Facebook账户上 展示一篇日期为2023年10月31日的贴文 煽惑另一人在选举中不投票 文荣峰转载的贴文 来自王世宅在两个网上社交媒体平台发布 原贴文附有超连结 内容是王世宅在一个社交网站频道呼吁 他人在驱选中不投票的直播影片 目前案件押后至明年1月15日再讯 被告文荣峰获准以5,000元现金保释 期间不得离港 事件引发网民热议 有网民表示 廉署不务政业 沦为政治打手 亦有网民质疑 巨域外管核权 全世界人都不说得 还有网民慨叹香港正式 成为普通法为止 第三 彭博日前引述消息指 由于缺乏并购活动 回控将在大中华区商业银行开创部门裁员 至少有4名驻港银行家离职 报道指 由于今年全球并购交易低迷 大陆和香港并购业务 金额更预期跌至10年伸低水平 因此计高盛及花期后 汇控亦决定在区内裁员 报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汇丰控股至少有4名香港银行家离职 原因是大中华区的并购交易稀少 不过该行发言人拒绝评论 另外消息人士指 汇丰金融机构部门的全球联席主管 Eric Bae最近辞职 并计划创办人工智能AI企业 因此另一位联席主管 Alexandra Paul 将成为这个部门的唯一负责人 好了 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 多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